2023服装流行趋势是什么 什么样的设计最潮流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北京798艺术园区 中国国际时装周2023秋冬系列发布会正在这里开启 在为期的一周时间里 在这里将会有来自国内外优秀设计师 举办上百场的时装发布会 同时我们也了解到 本季时装周最大亮点就包括了 在设计当中融入了中国美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 那么参展的时装设计师和服装品牌 将会如何用现代的设计手法来诠释这些理念呢 接下来就陪您去秀场去看一看 服装设计师是对服装进行艺术表达和结构造型的人 在公众眼中这是和时尚最接近的一份职业 他们带动着每年的流行趋势 人们或许会好奇 那么每年的时尚流行源头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刚刚其实我们看了这个秀非常的精彩 可以说用经验来形容 因为我们在这个秀当中 其实更多的是体会到了这个非裔传统文化的魅力 同时还感受到了东方女性的优雅 其实我们今天主题可以说也看到了 是非裔野时尚和万里复容姬 怎么来理解这个万里复容姬这个词语呢 万里复容姬更像是这个本来很柔软的女性 然后当她有事业 或者是有必须得拼搏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她会义无反顾地披上战甲 然后所以其实更像是我们现在的更多的这个大部分的女性的一个写照 然后我们也希望通过非裔的一些元素 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为我们装饰的盔甲 为什么会想到把非裔的元素融入到我们服装当中 那么这样的一个传播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们看到的是从60后过后 70后 80后就越来越少的人在从事这个行业了 但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金贵的书绣都是藏在博物馆里面 我们希望把这种好的非裔的这种产品也好 或者是她的记忆也好带到人们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用皮具 用服装 用饰品 来把它作为一个承载的元素 然后再把我们的所有的非裔带到刚刚说的所有的服装和包包上面 看视频 上封面